我们在这个说佛世界 你还是要做事 我就很赞叹 做这个会议吃光的这些菩萨们 你看他们看上去都做了一些小事情 其实他们慢慢地就成长得很快 他们都是从每天能够发心 这样的从小事去利益众生 看上去没什么 跟开大智慧没什么关系 其实很重要 有些人就急得出家 赶快出家 赶快去修个什么大法 妄想的什么样的做助思 主思不是那样做的 过去的真正的主思开悟了 我不是说了吗 真正的主思开悟了 就去厨房了 开了屋以后 第一件事情先到厨房做饭给大家吃 那是做主事 那是煮饭 秦普生就是开了智慧 你那个知道一点道理没用的 你还是要去点点滴滴地去发心做事 在做事的时候 关照自己 还有没有私心啊 我职啊 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去除我职 去除贪主 去除嗔恨心 在厨房里 休息安忍 在厨房里做事情 就是学会为众生服务 为什么要从厨房里做起呢 因为你行菩萨道嘛 你要为众生服务 厨房里都是那些过去 那些大观贵人 不露厨房的 他觉得进了厨房 就降低了他的身份 那我们行菩萨道呢 就是要进厨房 不要觉得进了厨房 就好像 好像你下贱了一点 就是降低了你的身份 很多这样的人 那些所谓的贵人们 其实一点都不贵 连厨房都进不去 他能贵什么 就是傲慢的 就要自以为很贵的人 其实都是贱人 真正的贵人 那不是贵人 其实平等大爱 那才是贵人 还有高低 贵贱人 分别念众的人 贵到哪里去 一点都不贵 慢心众 亲慢这些贫穷的人 平常的人 所以说为什么行菩萨道 要去为众生做服务 你看那些过去的道人 扫地啊 煮饭啊 那开了智慧的人 他就不嫌这个事情低贱 就是他 他就是做厨师 跟做皇帝是一样的 达到这个境界 不错了 现在世间来 哪里达得到 这辈子是做厨师的 因缘就做厨师 那下辈子做皇帝的因缘 他就做皇帝 他不怕 菩萨就是 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 但是还得随顺因缘 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 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每一次的因缘果报 是不一样的 你生在什么地方 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还有你的职业 包括你什么样的 这个都是因缘果报 很复杂的 你只能随缘 你不可能一定要选择自己的缘 你说我做菩萨 我就是要做皇帝一样的菩萨 这个就说明你执着 不是这样的 菩萨就是随缘 做什么都行 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 他也无为 无为和无所不 他属性要用无为的心态 随顺一切因缘 在因缘当中去利益众生 随意而安 然后在这个因缘当中 遇到什么众生 就利益什么众生 都能够自他相患 从小事做 从细节上去做 不管谁的因缘 你都能够实时面对任何一个众生 你都修平等心 修我心 是不是 那不就快 你说是个小吗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小 很多人就不愿意做小事 这个太小了 我要做大法师 大法师不是你这样妄想出来的 你得具备很多的福德因缘 都是从小事做起 所以我都很随喜 我们道场的这些菩萨们 他们都是很好 外面为什么他们进不来呢 我慢心太重 老想地模仿一下达摩祖师 或者是看到那些祖师大德的传记 去打妄想 我也要这样子 跑到那个什么地方去面壁 九年 九年以后 着魔了 要不就成窟窿了 这样的人多得很 打妄想 修道 都要随顺因缘 但是我们要听闻正法 只要有了正法 在哪里 都是你修行的最好的机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要相信诸佛菩萨对你的安排 你真的信心到了 诸佛菩萨对你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要执着 一定要做高大上的 这个就是不对 今天这个课主要是讲这个 我们的老子 也是文殊菩萨的画线 讲得很好 题目就叫中不伟大 中不伟大 其实没有大小的意思 在他心目中没有大小 法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不光众生平等 一些事情都平等 在他那里没有什么 无我还有什么大小的事 事情哪有什么大小 哪有什么高低规见 没有了 事情也没有大小 人都平等了 那这些事情也就平等了 都是你心菩萨道的 必须做的事情 你看这个佛菩萨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好像很神秘的 佛菩萨一点都不神秘 平常心思道 主师大家说的 平平常常的 你们看师父的 平平常常的 一样是吃饭 穿衣跟你们聊天 喝茶 做的都是平常的事 我们刚开始早期到北京 去跟师父在一起的人就知道 那现在人多了 我们讲法 有个地方大一点 也没有什么 没有觉得 这个好像高大上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人多了 必须要这样的条件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当然是希望 受益的人越多越好了 但这个东西你也执着不来 其实师父刚出道的时候 我就经常讲一句话 捞一个算一个 捞一个算一个 你就这样发心 你不这样发心 看着一个老太太来了 或者一个卖地瓜的人来了 你得给她讲法 那刚来我们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高大上的人 都是那些病人 病得快死的 还有可能刚开始 也不是那诚心修法的 一个是乙肝患者晚期 还有两个癌症患者 来了 跟我学 我天天给他们讲法 给他们还要做饭 给他们吃 第一年我到北京 就给一个乙肝患者 做了一年饭 一年 天天给他做饭 在那洗碗他洗 我们俩分工 我就是 我炒菜 做饭 他洗碗 有时候切菜 有时候帮我切一下 乙肝患者 你要是嫌那个事情 太小了不做 怎么哄哄 那没有那个 做一年饭 就没有今天 当时我觉得 做得挺高兴的 挺好 也没有想那么多 也不会想后面的事情 后来就开始 他教我学电脑 我还想 没什么事做 有些人也都不在 那我就晚上早上 我就学用 怎么使用电脑 把我写的东西 放到网上去 过去有人看到了 会受益 我就把那个 道德教育 写的那个东西 放到网上去 一天发一点 还不一下 一下发上去 没能看 今天发一点 明天发一点 然后呢 整天还跑着博客 我就天天跑到 别人的博客那里 去留言 让他来看我的东西 光讲佛法还不行 还做了个世间的博客 就是光讲 讲一些世间的道理的 然后把他引过来 看我这个博客 学我的这个法 也做了一年多 一两年 博客文集 莲花智慧 就是那一两年 写的东西 那个时候 每天写一点点 放到网上去 写一段 放到博客里 让人来看 但是后来 人还是蛮多的 我也想办法 让人来 想尽办法 就让别人来 看我的博客 这样的话 也持续了一年多 那每天呢 白天就跟他们 讲讲法 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讲 然后剩下的时间 就自己 写写博客 这样也持续了 一段时间 慢慢的人多了 连地下室的 住不起的人 就跑我这里来 来住 也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也有来听法的 也有来 看看 到我这里来 找点什么生意 做的也有 有人来了 看我们这里 还有人 还有一些 精神不正常的 精神神经病 跑到我这里来 住一段时间 还有好多 我这里来 住的 白天出去工作 晚上到我这里 来打地铺 顺便听听我们的法 那个时候 这是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来 我们都是天天 还要伺候他们 做饭给他们吃 但是呢 有时候他们 感动他们呢 他们会叫两个人 过来听法 后来叫来的人 倒是挺好 就是这样 一些小事 一点点 来一个 我就想来一个 捞一个 捞一个算一个 就算 没想那么多 这些事情 就是 一切做的 做的就不难了 顺其自然 随到去 就做的 走到今天 没有觉得什么特别 很正常 后来就是 努力地做了 就是 讲到后来 就做不下了 为了利益众生 就是借钱 买房子 买道场 讲话 这个买了 虽然是借钱 现在看来 还是非常值得 培养了那么多法师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雄心 也没有什么壮志 就是 就是度一个算一个 就是这样想的 这都是小事 那你们觉得 哦 这个好大的事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 做的做的 就是顺其自然 做出来的 没有什么大 没有什么小 真的是这样 现在比十年前 确实好像选择是大了 但是呢 小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再过十年 你再回头看 这就是小事 太小了 这个因缘就是这样 我们也没有想过 就是大家一定要这样 就是 随顺因缘 但是佛法的 这个要精进 精进是从心里面 去精进 事情没有什么大小 任何事情都是 成就你菩提的 因缘 还有这个福德因缘 就是我们常讲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样一想 就是心就安了 是吧 反正成佛是迟早的事情 肯定要成佛的 是吧 你不用担心了 不要担心成不了佛 没有任何担忧 师父经常把这个道理 给你讲明白了 你就不担心了 成佛都不担心了 你还担心啥 成佛是最大的事 其他的事情 根本就小菜了 当你成佛不担忧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都安心了 都是成就菩提的因缘 这样的话 就安安心心地做事 安心做事呢 那就不一样 你心里面都充满了这个智慧 你心里执着的 一提心吊胆的 患得患失的 就没智慧了 只有安心 这个心一安下来 这个智慧才能处理 你做事情的时候就有智慧了 就有空性的智慧 有护体心 这些东西就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